哈喽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来专访我的同学施博旋 他目前呢开了一家印刷厂 我们来聊他的创业故事 哈喽博旋你好 哈喽大家好 吉米好 跟我们讲你的印刷厂开多久 我的印刷厂大概应该是二十几年了 从我差不多二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印刷这个行业 所以你现在四十几岁 我现在五十一岁了 所以早二十几岁就创业到现在 对对对 那二十几年产业有没有变化 印刷厂现在是不是所谓的这个黄昏产业 没有错 但是以前啊二十几年前那个印刷产业 它是一个很赚钱的产业 因为以前很多的印刷厂还有那个字版 它全部都是手工的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差不多在十几年前之后 然后它全部变成电脑 然后印刷就变成开始变得比较廉价了 但是在那个十几年前的话 印刷是算是一个很满赚钱的一个产业 所以它技术门槛很高 因为它要手工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以前比如说以前在印那个DM的时候啊 它我们会跟客户讲 你最基本量一定要四千张才有办法印 然后四千张它最基本的话 它大概要费用大概一万六千块 但是现在的四千张大概 差不多两三千块就 对现在一张都是不到一块零点几 包括印银片一张也是不到一块钱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印刷就真的不好赚 可是你还是能够开到现在 完全没有影响吗 还是你已经有多角化经营 说没有影响是假的啦 但是就是因为自己已经撑过很多很多的那种低潮 所以现在是因为改变一些经营的方针 然后就像你刚才讲的 就是多角化经营 然后才可以生存到现在这样 所以你们有什么样的多角化经营 有代印钞票还是什么 哦 有印尾钞吗 我们公司真的是除了钞票之外 什么都印 对 好有哪些 除了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些报章啊 这些DM还有哪些 其实像我的公司 我取一个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无所不印 那真的是除了钱之外 我是什么都接 然后什么都印 因为以前我是只有专门就是印贴纸的部分 对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只是 只是专门印贴纸的话 我真的我会生存不下去 但是因为我现在已经多角化经营 然后我什么都接 然后我有很多很多的配合厂商 他们跟我一起配合 然后我接了单子 我可以转包给他们 然后这样的话 我的客户就是会时常就是跟我配合 如果说我只是接一样的话 我的case很容易就被别人抢走了 哦 你就变成一个这个服务中心就对 对对对对对 大家要用什么通通来找你 你去找帮他们找到适合的厂商 没有错像现在的印刷真的很像是一个服务业 嗯嗯嗯嗯对啊 所以云南杂症全部都找你 没有错 你过去接过最大的单是哪一单记得吗 我接过最大的单是一个那个化妆品的锦盒 嗯对然后那一笔单差不多六十几万 嗯所以在盒子上印东西就对 哎他就好像是一个珠宝盒 嗯就是化妆品然后一个很 就是就好像现在那一种洗饼的那一种礼盒 很精致的那一种礼盒对 嗯你要帮他做到变成一个盒子吗 对对没有错 哦从一张纸全部印好 包括上面的印刷最后变成一个盒子 全部包对对对 哦嗯嗯 就是从刚开始的企划 然后跟客户协调然后怎么样 来让他的产品变得更有价值这样 嗯嗯嗯嗯 那应该有印书吧这是很基本的 哎书一定是有的 嗯因为以前 有跟固定的出版社合作吗 目前是没有啦 但是以前是真的有印过书了 但是书现在的话也不是很好赚 所以因为它真的很复杂 所以现在比较少接触书本 而且它教稿非常麻烦 对不对 因为之前有跟警察大学合作过 然后因为没有教稿很完整 然后那一批是真的亏的蛮多的 报废 对啊 直接被退货 没办法贴小贴纸 把桌子贴上去 没有办法 所以那单你是赔钱的 对我是赔钱的 后来今年的疫情 对你有没有影响 今年的疫情其实对我是没有影响的 因为我现在做的大部分都是内销 我没有做外销 所以本来就没出口就没差 对对对 可是心情有影响吗 你心情会不会比较压涨 其实我不会 为什么你看破人心吗 也不是说看破人心 是真的 我在这个产业已经很久了 然后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 像我刚才所讲 我现在是多角化经营 然后其实我的底子大概已经打了一个基础了 所以比较不会被影响 就是本钱出可以慢慢赔就对 赔到疫苗出来你都还撑得住 目前是这样没有错 其实我们这个同学 他这个讲话中气非常的饱满 你个人有练武术吗 还是练气功 武术是有稍微练一些 但是没有很专门 你讲话有刻意的训练吗 为什么丹田这么有力 没有 应该是都带在印刷厂 然后机器都很大声 所以你必须讲话很大声这样 所以不知不觉的越讲越大声 因为机器很大声 因为跟师傅沟通或者是跟印刷厂的人员沟通 大部分因为被印刷机器所影响 搞错了 我以为听力是这样比什么 搞错了 好 这次为什么想来上我们这一班 就好像我刚才所讲的 就是印刷已经很难做了 然后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我想要开创 第二春 对 第二个事业的第二春 然后想说 因为只有网路行销跟 那个印刷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我就想说 再找到 找一个可以在 第二条路可以赚钱的方向这样 就靠网路的部分 没有错 那你以后想开直播吗 其实我一直都有在想 我以为你 是要讲 我一直都有在开 结果是一直都有在想 是真的有在想 现在还差一步就对 对啊 因为之前是 其实自己本身之前也有在学 好 谢谢我们的师同学 好 谢谢